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稍后要来带您关心的则是航运股 航运股的筹码有够乱 所以这个时候航运股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谈谈低殖利率股 国际来特别谈一下 国际殖利率一方面很低就2.3% 另一方面昨天有第五次传出减资 国际减资就是减资专业户 对 没错 但是其实 娟姐 我们说真的 其实国际的问题不是在说什么它的殖利率 因为这些殖利率5%以上的都不太会涨了 你这个2%的其实都不用说 但是如果说以国序来讲的话 被动元件对不对 其实盘面上有三个族群 基本上它是不看本益比 它是看报价的 面板 机体跟被动元件 所以它是看报价的 报价到底有没有涨 报价 报价就没有涨嘛 所以它是从今天就是一路往下掉 那今天会跌得这么深 是不是因为减资啊 当然第一个 因为昨天被藏龙吓到 被藏龙吓到 因为昨天有那个 不是 然后他动不动去减资 他减资第五遍呢 但是他成功过啊 他之前减资之后搞到一千多块 但他再次的 再次应该是想说 再把这个股价稍微拉高一点 因为如果说 我们以国序来讲的话 说真的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报价对不对 其实不是只有他没有涨 他跟他一样的那个华星科 二十九二 二十九二也是跌人产 都 也是厉害的 都没去 所以就这部分 因为他们反映的是报价 对 他们反映报价 所以如果说你看说 他去年赚四六块 今天早上股价在四百四十几 对不对 这北比不到十倍 本一比到十倍怎么不会涨 就是这些股票基本上 他就不是看本一比的 他就看报价 报价没有涨基本上就不太会涨 好 那我们回到殖利率 这些算不算高殖利率 我已经不知道现在标准 应该怎么看了 因为航运股动辄就十几% 我们都不一定买了 何况这种五%的啦 六%的啦 这总算高殖利率吗 娟姐 现在的标准到底应该 其实你要看的话 你要是看 回到个股会不会成长 因为他除下来 他股价往下掉对不对 所以必须要填息 所以你要看的是 股票到底会不会填息 也就是 如果说这四档股票里面 到底哪一支股票 会填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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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一次比较有机会 逊的 我们六四三八 我们来看一下 对 其实如果说 以他的现行来讲 其实他现行是很强的 最近大盘在跌 他都没有跌 不关他的事情 你为什么就往后会填息 你为什么还用他的成长力道很强 因为两个部分 他是做设备的 设备他两个部分 一个是半导体设备 一个是窄板设备 半导体设备 它是接台移电的单 台移电它是那个金源厂 是不是上面有那个 在金源盒在跑的那个 自动化对不对 那个就是他 轨道就是他做的 第二个就是那个窄板的部分 窄板 新兴紧缩南电 这三家公司 其实在这一两年 他都没有讲说资本支出 这三家加起来 总共资本支出 1702亿的资本支出 那其中有5%上买设备 5%买设备就是85亿 训德的股本才7亿而已 我7亿股本的公司 今年基本上会比去年多一点 而且公司已经讲了 我的订单是看到什么 看到2024年 今年才2022年了 所以后面的两年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支股票基本上 很有机会填息 再加上投信外资都大买 所以这支股票可以留意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 是晚上的6点52分 我们再次带您来看欧洲股市 目前法国股市越跌越善 已经大跌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跌了74点 整个欧洲股市可能在反映的是 今天晚上9点钟 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 会不会弹崩了呢 市场比较担心 我们再来看Dow Jones 和纳达克的期货盘 目前也是一个盘下震荡的格局 目前Dow Jones是下跌了0.53% 而纳达克目前也是一个 下跌的局面 下跌了0.69% 好 注意在有的最新报价 布兰特原油 目前是上涨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最新报价是107.73 这个阶段新加入讨论的来宾 为您介绍的是 淡大外交国关系荣誉教授 戴万钦 戴教授 大家好 请到财经系助理教授 朱岳中老师 大家好 以及万宝投资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系助理教授 谢陈彦 大家好 当然要来谈谈升息 昨天央行 平地一声雷 竟然跟得这么紧 美国前一天晚上升息 我们台湾央行 昨天就升了息 而且一升升一马 这是亏违 十年之后 首度的升息 而且不管是幅度 还是速度都超乎预期 是为了解解升息 到底为什么央行 这次出手快很准 原因是什么 而升息对整个房价 房地产市场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朱老师 好 我们先看到 央行给我们的官方说法 为什么升息 当然第一个告诉你 通膨很严重 告诉你 台湾现在的通膨 大概有2.36左右 那今年预估会到2.37 所以第一个当然告诉你有通膨要力 那当然你要升息 有一个前提在你经济要好 央行说我们现在经济确实是不错了 所以过去太多的资金油脂 我们要把它收回来 也不会影响到经济 所以我第二件事情做的事情 第三个当然是英国 美国欧洲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升息了 那我们当然要跟进 所以这是基本上三个理由 可是你说这些理由到底合不合理 很多人直指 其实你是要打房吧 这是大家的猜测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实际的数据 我们就先从这个通膨的问题说起 你说台湾现在的通膨的压力到底大不大 我们就给大家看到我们整理的数字 我来前面跟大家说明会比较清楚一点 来我们先看到通膨 好 台湾去年的通膨数据 大概其实跟这个还要少一点 那1.9 那今年我们现在第二月份的数据 我们如果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很明显的什么样 不是很高 欧洲国家美国都比我们高 但是亚洲国家我们算是比较高的 那就看你要跟谁比 好 可是你对你刚刚说的第二个 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号 来 从数据上来看 去年 好 因为今年第一季还没出来 我们看到去年的部分 亚洲四小龙 我们就只有赢韩国 其他都输的 那以欧美国家来说 其实我们大概也不会差 所以我们表现是差强人意 可是他说 不能这样说 因为我们前年我们已经在成长 人家都是衰退 我们的基期比较高 对 所以基本上 所以这样严格来说 我们是表现不错的 好 那基本上这两个 我们就假设它打平 因为就是这个问题 好 那回到一个问题 现在的利率我们到底算高也算低 好 台湾利率 你看我们台湾现在的利率 1.375 好 1.375 这是我们用重天限率来看 好 可是你就对比亚洲国家 我们特别要讲到韩国 韩国从去年到现在升三次 还比我们低 对 还比我们低 所以我们的利率其实不低 那所以你想 因为之前美国降息 我们也没有跟 我们没有次次跟 全世界都降到几乎历史最低点 我们没有跟 所以降的时候我们没有跟 为什么升的时候 我们跟得这么紧 对嘛 这就是我最怀疑的问题 你用通膨的问题 好 这我们就算了 问题当下我们的利率 也不算低 你有什么道理 急着现在要是 一定是为了打房 那杨金龙昨天 我要播一下杨金龙的说法 好 我们大家都认为 他是为了打房 对 但是杨金龙也知道 我们都认为 他是为了打房 所以他就特别说 他说啊 这个升息啊 反而有可能助长 房价上涨 言下之意就是 我不是为了打房来升息的 升息也会导致 就是说我们的 购置 购置住宅的一个成本 他会上涨嘛 他的负担会增加嘛 那当然就是说 第一户 第二户 第三户 还有就是说 其他的也都会受到影响 那老师我就听不懂了 之前说降息有利房价 那怎么升息也有利房价 好 听起来两个奇怪 一定有一个是对 一个是错嘛 对不对 好像是应该这样 不行吗 好 来 我们就看到 这是媒体的说法 媒体基本上 你看他这个解释 我们就不一个人念 基本上在告诉你 就媒体的看法觉得 升息一定是对房价是不利的嘛 怎么会是有利的呢 可是刚刚我们看到杨总才跟我们说 升息是有利房价 来 有图有真相 我们来看到台湾2000年以后的 房价指数跟利率 来 红色的线是我们的利率 来 蓝色 或者绿色这条线是我们的房价指数 对 来 特别仔细看到 这边在升息对不对 好 黄色的区间是升息 对 你看到 黄色的区间是升息 是的 很明显的 有没有看到 在升息的时候 房价 不好意思 都是真的在涨 甚至我们在仔细看 真的 你甚至在仔细看 还在降息 房价就已经先升了 还不用等说真的开始升息 甚至我已经知道 你在降息的时候 然后我准备要升了 我房价其实就准备要上去了 所以这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杨总裁其实说的是对的 所以升息有可能 好 那大家就讲说 怎么可能 升息房贷压力变大了 我怎么可能会去买房子 可是大家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要升息 不就是通膨 经济好啊 通膨 通膨 对 那通膨的时候 大家想要抗通膨 抗通膨你会做什么事 买房子 答案揭晓 所以只要它的利率水准不要太高 不要什么4% 5% 10几% 一几几% 是 即便你升息如果是在1%多 你说1.3跟1.4 1.4跟1.5 可能还是不会冲击到房子 对 而且我跟你讲 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子 我也做过美国的研究 结果一样 升息有没有房价 一样升息房价照涨 因为它背后的因素是通膨 对 我们今天没有把美国资料放进去 如果有信息大家可以去看 这我说的是真的 好 那再看到 好 那有人 房价跟汇率的关系 对 那我们知道说房价跟汇率 汇率基本上我们都知道 升息的时候股市会涨 那房价的部分 好 我们让观众朋友看一下新台币 好不好 今天新台币特别值得看一下 我们请附空敲一下今天的新台币 今天新台币因为央行昨天 吴玉景的突然大声音 所以新台币在今天盘中 一度升了将近两角 应该看盘中走势比较清楚 所以一度升了将近两角 中场是升9.6分 所以我们回来看 升息就会升值 升值跟房价的关系 来所有也是一样 有图有真相 来看到红色这条线是我们的汇率 大家可以注意到汇率往下才是升值 所以你看这一波 但有上有下 这一波是不是一个升值 这一波是不是也是一个升值 这一波又是一个升值 可是你对应到我们的房价指数 升值的时候房价指数再上 对不对 升值的时候房价指数再上 升值的时候房价指数再上 所以那不就再告诉你 我们升值有一点原因是因为钱进来 可是这个钱 这个热钱除了到股市之外 有没有到房市去的 有 有嘛 这显然就是有嘛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所以你说这个升值到底对房价到底是正向 还是非常 从这边看起来好像基本上真的是正向 好 那我们如果再往下看到 好我们再来看那房价跟股市的关系呢 这真的不用我们多说 大家都知道股市赚到的钱 我要确保获利大部分都到房市去 所以他们是正相关 对基本上就不用说这两头 其实几乎都是贴在一起走的 涨房价也会涨 对 这样听完之后 其实我们杨总裁说的也没错了 升值数点还有助房价呢 不过我们回来台股今日最重要 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航运股现在筹码很乱 到底怎么看航运股呢 长荣往下侧际线 后续怎么做观察 那么稍后要来看的是 在今天盘面上其实最活蹦乱跳 表现得最好的 反倒是一些主力的小股 主力小股里头 特别集中在特化PCB这样的族群 这样的族群又有多少空间呢 我们先请蔡总带我们来看航运 航运最近大家非常关注 除了他的股力之外 还有他的解肢 还有兄弟西墙 股权争夺战 本来一头拉骨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看航运呢 好 表面上是这个股力 这个利多出境 我们看2603的这个长荣 是股力利多便利空吧 失望 表面上 然后我们看一下周线 因为这个长荣是这一波里面 大型的全职骨里面 表现最好 1 2 3 4 5 6 这个还是说红 但这个礼拜开始反转 瘦黑了 但这个礼拜其实全球主要的 货桂轮的周线都是涨的 那只有长荣跌 那我认为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这个礼拜大盘 一度在跌破的连线 所以大家 长荣还有赚啊 把它卖掉 所以形成了一个补跌 那这时候你啊 你卖长荣 你总是要讲一个理由 哎呀 现金减资 那个六块不好啦 你就把这个拿出来讲 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下一张的西基 真的阿关讲对 筹码 对啊 筹码很乱 我告诉大家 现在电子股因为行情不好 对 所以你看讨论股市的文章 十篇有八篇在讲航运 每个人都在讲航运 因为你现在说点数没人要插你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张冲 连张冲都来 这个张冲你看看是66% 杨鸣58% 黄海68% 都很可怕 都很高 对 所以筹码的凌乱 像昨天的话 融资增加了前三名的 通通是航运 航空双雄之外就加一个长冲 所以这个筹码必须要一个整理 那这个整理的情况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礼拜SCFI的运价 是还是跌 但是跌幅已经在缩小 一般认为下个礼拜就三月底 大概就跌完 四月份以后就开始忘记 就清明之后就忘记了 所以长冲可能最后的一个整理 下礼拜 那这是最后的整理啊 对 但是我前提那个筹码要出来 你那个当冲少一点 大家不要那么热衷的去讨论 然后融资少一点 长冲的话现在要回撤 已经有两天要回撤这个极限 那比较安全的来看的话 像这边 会不会是航空啊 比较安全会不会是航空 都在极限之上 对 航空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其实比较没有问题 包括今天油价 其实昨天大涨6% 其实今天长冲行 还能表现这样 跌了一点点而已 跌没多少 跌没多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对的安全 那最后强调 还是在筹码 筹码清干净以后才有行情 既然刚刚蔡总说 很有可能下个礼拜 是海运谷的最后的整理 所以下周有低点或者回撤机线 甚至于破机线 都是买点吗 长冲破机线会不会是好买点呢 请举拍 还是破机线就已经先就 变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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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给圈 三个圈 但到底是买海运好 还是买航空好呢 这个时候我应该买机票 还是应该买船票呢 认为应该买船票的给圈 认为应该买机票的给差 请举拍 好 船票 放中间 放中间 陈彦为什么放中间 我觉得现在好难选 为什么 因为 其实航空我期待解封的爆发力 你刚才通通都买 海鹿大餐 我觉得现在两个 我觉得不再是 两边一定要选一边 我觉得两个同时持有 也是不错的策略